最近在話題上的台劇 人選之人造浪者 上線才三天就稱霸 Nefnext台灣美日排行榜冠軍 話題討論度不斷 網友大戰真的是最近最好看的台劇 看完以後覺得熱血沸騰 不過其中卻有一個點 讓觀眾不是太滿意 就是劇中謝銀萱跟鍾瑶組CP 在對女女戀 讓整部戲有更多不同的氛圍 而兩人獨立又互相支持的情感 也備受觀眾們的討論 謝銀萱透露 其實原本的劇本 是由兩人認識的過程 但因整體節奏的關係 所以做了取捨 不過他強調這個過程 雖然沒有放出來 但還是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重要說確實收到 很多觀眾敲碗想要看方外篇 他也分享了演出的感受 先是誇獎翁文芳這個角色很成功 讓大家看到不一樣的女主角特質 還說當時他們在設定的時候 就有刻意擺脫傳統男女之分的 同字CP形象 跟銀萱一起創造 同性之愛的同等價值 播出後果然獲得許多好評 看完的網友們也說 希望能再推出第二季 而且是有滿滿翁足CP的感情線 不過也有人開玩笑說 其實謝銀萱跟王靖也滿有愛的 乾脆發展成三角鏈的劇情好啦